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今天抄袭了啊 郑重的抄袭一下啊 咱们网友给大家总结的装修五个标准 我是非常非常认同 然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看看大家认同不认同 装修呢,一共有五点 第一个呢,在装修的时候就要考虑 在我们今后生活一定要好打理 不要给我们生活增加太多的负担 因为我们现在的节奏太快了 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时间 搞卫生 所以说要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很关键啊 尤其是你爱干净 但又没有时间的 一个呢,开放式书柜 还有一些啊,楼空的一些隔山呢 还有我们的黑色水中头 这一类,还有淋浴房 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需要特别精心的去打理的 挺浪费时间的 你要考虑到时候用不用这个东西 第二个呢,装修过程中容易坏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你能力范围内 尽量买好的 你像一些五斤小件 比如说我们的脚乏,地漏 脚乏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出现漏水 最有可能的,地漏呢 出现反味啊,特别恶心 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定制的啊 一些五斤啊,经常用的啊 脚链啊,折叶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抽屉的轨道啊 这些五斤件尽量买好一点的 第三个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你能力范围内尽量去做到更加的环保 谁都知道啊 一般情况下环保东西都很贵 但是你要根据你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环保一些 这是最重要的 第四个,尽量选择成熟的工艺 成熟的电器 千万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可能呢,你觉得这种思想有点保守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家,在你家如果说装修出现的问题 对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你不可能今天装修一次 明天装修一次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比如说一些特别新型的一些材料 大家呢,可以先管网管网啊 没有必要去试这个水 第五个啊,也是我比较认同的 装修费用呢,没有必要太高 啊,就是装修来说 我建议啊,就是以实用为主 所谓的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在后期,你日后生活之后 你根本都不会再多看它一眼 所以说装修费用呢,没有必要啊 相互集中间去攀比啊 邻近家用了20万 你非要用30万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并且呢,可能过两年你生活好了 然后会换更大的房子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总结这么多 我是崔 关注装修,每个期间下期收看